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国最高检官网在星期一宣布 依法对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健 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并且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去年年底中纪委的网站也曾经通报 马健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滥用权力干预司法 收受巨额财物 且十八大后仍不收敛 而在农历春节前呢 藏身海外被称为权力猎手的富豪郭文贵 接受了中文媒体明镜的电视专访 一方面为马健名冤叫区 在另外一方面呢 也揭露了公安部常委副部长傅政华的贪腐 并且在他和北大方正集团前CEO 李友的争斗当中两头通吃 可以说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中国的国安公安系统震荡不断 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将会在十九大前 对政法公安系统来展开一次大清洗 国安公安是否面临山雨欲来 丰满楼的局面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 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 中国独立记者 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 赵先生欢迎您 你好宜文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 曾经在中国公安系统工作多年 目前是美国纽约的职业律师 高光俊高律师 高律师您好 你好 专业先生您好 你好高律师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电视前的观众 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基因的 免费热线号码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您也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China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 我想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马剑奇人 因为实际上在两年前传出他被查的消息之后呢 各界就在想要多多了解马剑这个人 那么今年61岁的马剑呢 很多人说他其实可以说是中国国安部门 最为资深的一位官员 他是长期任职中国国安系统 2006年开始他出任了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 主管反间谍工作 那么在2015年的1月16号 中共中纪委宣布了马剑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调查 那么2016年12月30号呢 我们看到中纪委的网站再次公布马剑的进展 称已经对他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紧接的最新的发展就是在这个星期 2017年的2月6号 马剑正式的被立案侦查 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 那么很多人说马剑从宣布被查到现在被立案侦查 足足有超过两年的时间了 拖了那么久 当局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公布有关他被立案 调查的相关细节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推测 一个是他的工作的特殊性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案件相对有些复杂 那么他的特殊性体现在哪 就是说马剑您刚才也讲了 他是安全系统资格最深 也是在他这一代学历最高 西南政法毕业的经验最多 也是知识最广博的一个官员 是典型的在这个系统里的技术官僚 那么这么多年他从副处长 处长 局长 副局长到副部长 一步一步走上来 对他来讲应该说是一个 比较稳健的这么一个实干的 在他的系统内被认为是一个实干的 这么一个官员 那么他因为他的工作是这个安全系统 那他又从事这个反间谍的工作 那么在这个反间谍的过程当中 他也要有自己的整个的情报网 那么在这巨大的这个海外系统 和国内系统的这些工作当中 他存在一个交接与被交接的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在两年前 一个傅政华当了这个中央政法委委员 其实那个时候傅政华是基于这个 安全部部长的位置 那时候马接下来还没有抓 我在香港听说是这两个人 傅政华是想抢这个安全部部长的位置 而且就郭文贵讲 他的弟弟傅老三这个人很张扬 跟傅政华一样是非常高调 非常张扬的人 已经在北京饭店 为他的哥哥准备当上安全部部长 大败庆功宴 后来这个消息捅到香港 这个有关媒体爆出来了 这个傅政华这盘棋才 这如意算盘才没有得逞 但是呢 那个他知道这个 他的竞争对手是马剑 他就把这一切的怒火 我就都发到马剑身上了 那么都知道这个十八大以后 傅政华由于出卖了这个令计划 跟宗纪委走得比较近 尤其那个赵宏柱 他打了很多黑包盖给马剑 当然我不能说马剑是一个 完全的干净的官员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案件 他也有一个交接的过程 包括陈文青进入这个安全部 当党组书记接耿惠昌 这个交接就是一年多 他比其他部门要复杂的多得多 这方面情况高律师更了解 是 高律师我们就想再把 下一个问题交给您 因为我们知道您跟马剑 实际上都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 您自己本人也曾经在中国的 公安部门工作多年 跟我们谈谈您对于马剑 这个人的了解 那么他在国安部门的工作多年 外界对他的评价到底如何 您的了解是什么呢 马剑是西南政法学院 法律系80级的学生 1984年他毕业分到安全部 他分到安全部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西南政法学院 当时培养了很多政法方面人才 然后西南政法学院 也是恢复了比较早的一个法学院 也是一个重点法学院 那么另外一个呢 当时的这个刚刚成立的 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副部长 叫刘平的这个人 也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 那他是这个杨宇戴的 应该是嫡系同事 所以邓小平当初为了想 这个掌控安全部 当然就把他这个刘平 弄到这个安全部做副部长 那这样呢 西南政法学院的一批学生呢 后来就陆陆续续的进去了很多 那马建从84年一直进入这个安全部以后 一直到他最后被逮捕 所以在安全部门一直是工作了三十多年 那他自己曾经也开个玩笑 说这个人家说 大人又是我 我是先一年毕业分到北京的 那他后来他也问到 他说这个老大哥们这个分到北 人家说安全部是站得进去躺得出来 这个到底有那么危险呢 那么今天我们看了 就是验证了他这个话了 他是江西南昌人 分到安全部以后 一直是在安全部里面 从普通的科员 一直做到这个副部长 最早对他的仕途影响的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安全部这个副部长刘平 也是西南中大学院毕业的 但是后来对他影响应该更大 因为刘平只是一个副部长 对他的提升 不可能扒到很高的位置上 那对他后来影响最大的 恐怕还是曾庆宏 因为曾庆宏做中组部长 管理事的时候 刚好这个时候 曾庆宏也是南昌人 也是江西人 所以他搭上了这么一条线 所以他提上去了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马剑这个人 因为他是科班出生嘛 为人这个非常的勤奋 非常聪明 办事业很谨慎 人也长得很英俊 当初是很精俊 但后来是另外一回事了 后来听说这个压力非常大 这个年轻的时候并不出烟的 这个后来的最后几年的时候 那是一天三四报烟 烟根本就不离手 这个这是他的这个 大概的一个简明 是 高律师我们也知道 这个马剑的消息被传出之后呢 当然其实早在两年前 传出他被查以后 各界就有各项的猜测 觉得这背后呢 可能有一团谜团 那么期待解谜 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了 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还有呢 我们看到肖建华被带回中国 那么一直到现在 马剑现在被立案侦查 很多人说 这一系列的发展 其实都有关联性 最终可能会牵连到 您刚刚提到的曾庆红 您的看法 马剑到底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 他扮演的可能是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想现在到今天这个时候 我们不应该再对习近平来处罚 这些参观物理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在抱有任何怀疑 就是说他跟傅政华的争斗 或者有些或者北大方政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次要的原因 只是拿在表面上说得出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很简单 有人直接这样告诉这个传闻 就是说徐近平上台了在和平时期 一定要牢牢的控制他的刀把 这个刀把就是两把 一个是公安部 一个是安全部 所以这个安全部公安部 这两个如果他不掌握的话 他在和平时期他感觉非常不稳 非常不安全 所以他上台以后 一定是把这两个部要换到自己人 现在这两个部门确确实实 就被弄进去了 但他的结果比马建要好一点 是他只是调离的公安系统 那安全部门也是一个 做了30多年的一个科班图事的马建 那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就被入狱进去了 那现在比较清楚的 就是说因为后来他跟着曾庆红 再后来因为是跟宁击化比较近 他跟宁击化非常非常近 当初宁击化的儿子出事的时候 那天晚上实际上是跟马建在一起的 也是马建第一时间通知这个宁击化的 所以他是跑不了 一旦这个宁击化出事以后 马建是肯定有问题的了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反腐 所谓的政治规矩 所谓的纪念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拿得出口的人 真正的原因就是要 习近平就是要控制安全部和国安部 这两个重要的和平时期的安全部门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其实在2015年 马建那时候传出被查的消息之后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位资深的媒体人 还有经济学者何清莲女士 她当时曾经在美国之音的一个博客上撰文 提到了马建这件事 那么他是怎么样来谈马建的呢 他说在中国的语境里面 官商是红 依附官府的恶势力如流汗这类是黑 马建虽然是红 但其手法是黑 因此马建这位中共情报部门高官 堪称是当今中国及红黑于一身的极品 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您的看法 您认为是否同意刚刚高律师也所说的 这个习近平是要把手伸进这个公安还有国安部门呢 还是说这与这个马建本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作为这个党政一把手 那么他要控制情报系统要掌握刀把子 这是必然的 包括美国总统你像那个川普上来 他也要换中央情报局局长啊 那个FBI那个头这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刚才那个高律师讲到说 马建在令计划出事的那一天就在现场 那么从这一点上讲就是马建 因为安全部的人相对比这个公安部的人素质高一些 但如果用马建和傅政华比 就是说两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其实傅政华被提拔是令计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为北京有一个大款花了5000万为他买了官 那个令计划当中也收了钱 周永康也收了钱 包括胡锦涛老婆也收了钱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么在关键的时刻 傅政华就很不犹豫的就是把这个令计划和周永康就出卖了 本来这两个都是他的主子 我们在比较这两个人的人格上看 那个马建没有这样做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这样 没有这样做 他就是好官 不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从红与黑的角度上讲 两个都红 但是黑马建不如傅政华 我们现在有位网友署名Loyal Harbour 他从我们在这个YouTube上面的直播现场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据说傅政华是习近平的红人 那么他把马建搞下去 这是不是习近平的意思 如果是习近平的意思 那么马建是不是代表马建是江泽民派系的人 赵先生您的看法 马建不一定能够到那个那么高 说到这个曾已经就是那个差不多了 就是不能说他一定是谁的人 但是他跟曾走的 因为他是江西人嘛 跟曾走的比较近一些 而且马建这么多年 在他前面的几个部长 从业务角度讲 都没有他对于安全部了解更多更深 包括我在上海被抓 也是他亲自指挥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针对有关于中国的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 在这个星期被宣布遭到了立案侦查 那么他背后可能意味着什么 那么未来对于这个整个国安系统 还有公安系统 它是不是有一些影响 那么到底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 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也希望听听观众朋友 您的了解 或者您有想什么样的问题 要来向我们的两位嘉宾提出 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 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 我们就先来接听 第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 您好 请说 您好 在十九大召开之前 对国安公安系统进行一次大清洗 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国安公安系统是共产党的正规党卫军 国安是专门打压公民的言论新闻通信的自由 包括给你们的热线打电话 公安又是打击破坏人权的骨干力量 而副部长应受贿被抓 只不过是习近平反腐以权斗的政治需要 完了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 新疆的黄先生 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 就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 您好 请说 其实的话 我觉得这个马剑被立案侦查 很大程度上是对郭文贵在媒体上威胁 然后给马剑叫去 然后威胁习近平 要习近平不要再查马剑 不要再查庆庆王 这是对他的一个回应 也就是一个很强硬的回应 就直接告诉郭文贵和他郭文贵背后的人 他说你这个爆料没有用 我们还是要查马剑 而且我们把肖建华也给抓住了 这个肖建华掌握了跨派系的一个信息 所以说就直接是给 郭文贵和郭文贵背后的势力致命一己 我是这么看 谢谢 好 谢谢您 陈先生 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河北的张先生 您好 请说张先生 张先生电话断了 好 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在纽约的高律师 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两位观众朋友的说法 一位赞同您 觉得这是一个权斗的一个发展 但是也有另外一位提到了 这个马剑被立案侦查 很有可能就是习近平当局 对郭文贵的爆料做出的一个回应 您的看法呢 我不想说这个马剑是非常干净的 因为做到这个公安 安全部副部长这个级别的时候 他的实际上他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问题非常大 其所以他的案子一直在两年期间 都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决定 那是因为马剑所管的部门非常这个独特 因为国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安全部门是单线联系 专人负责 甚至包括安全部政部长本人 他也不能够直接插手这些海外的一些间谍的 这些安插的这些活动 所以这个东西全是马剑给掌握的 那再加上马剑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些贪腐啊 贪污啊或者生活腐败这些问题 因为他牵涉了更多的海外的这种安全资金的掌控 包括有些中共的一些高官的资金的转移 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非常严重 非常需要时间去查的 这可能是因为跟这个 拖了两年没有做出一个决定有关系 就是说郭文贵这件事情 我还是这样说 这个只是拿得出台面上的这一件事情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深刻的原因 还是因为习近平要掌控这个两个部门 因为他不可能让一个在安全部门工作了三四十年 又不是他一属提拔的人来掌握安全部门 跟公安部门是一样的 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Abner王的网友 他也提到马剑这次被正式立案侦查 他认为肯定也和郭文贵的爆料有关系 中共为了赶紧了结这个事情 所以把去年被双规的马剑这个权斗的牺牲品 正式的抬出来改观定论 赵先生您的看法呢 马剑被抓跟郭文贵出逃肯定有直接关系 因为郭文贵自己讲 说傅政华告诉他你赶紧跑 其实他等于上了傅政华的当 他如果不跑 可能马剑的结果可能更好一些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自己都说 他是安全部的联络单位 那么这个联络单位意味着什么 就是从97年以后 国家各部委整顿停办了各种公司 所有的部委都有公司 安全部自己有自己的企业局 那么企业局也解散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说像高律师刚才讲的 就很专业的嘛 他有很多这个布控线和海外的情报网站 国内的一些需要掌握的网站 那通过什么 就通过这些联络单位往下布点 郭文贵肯定算其中的一个联络单位 那郭文贵讲说我要这个联络单位 是为了让那些小本少来找我 但他同时也要给安全部门 提供一些工作上的方便 那么傅政华就是利用了 他和马剑的这个特殊的个人的关系 告诉他信息 你再不跑就抓你了 他这一跑导致了这个马剑灾了 那么这两年的情况 就是高律师说那种情况 他需要把这个很多的网交出去 他到底交还是不交 那只有中纪委知道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掌握着 整个中共这个腐败巨大的网 因为监听只有两部门可以监听 一个是这个对高官的 一个是安全部 另外一个就是总参三部 现在叫战略支援部队 只有这两个部门才能搞监听 那么安全部相对的权利 当然没有总参三部大 三部是对所有人都可以 国内国外都可以 安全部你就是领导指定 那么这个指定由谁来做 那马剑最清楚 所以他掌握的情况 是非同一般 那么这个两年当中就是这样 不是说郭文贵今天爆了这个料 完了回头来对马剑起诉 跟这个没有关系 那照您的看法 如果说马剑真的像外界 还有像您所说的 手上掌握了非常非常庞大的 可能涉及到很多中共高官的黑资料 习近平最终可能会给马剑 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处置呢 现在做什么样的处置 这个很难说 因为那要看他跟习和中纪委的 最后这个谈判结果是什么 高律师您的看法呢 您认为这个当局可能会给马剑做出 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处置 我想这个处置跟其他的像薄熙乃亚 像英计划这些处置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不会爆料说中共内部的一些 真正的一些贪腐的一些细节 可能最后还是会跟他进一个受贿罪 然后受贿多少判多少年 那一般都会是也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您提到这个受贿罪 很多人也提到了这一次呢 这个有关于官网上所公布 他遭到立案侦查的消息 只提到了他涉嫌受贿 那么很多人说 其实在两年前传出他被查的时候 当时光是罪名 重大的罪名就有五项之多 为什么两年之后变成只剩下涉嫌受贿 这是不是代表背后 其实有很大的力量 在进行阻挠和干预呢 高律师您的看法 对你说的完全正确 这个一个是有很大的力量 在后面做阻挠 这个是一个方面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说有些个罪啊 你是没有办法深入的拿出来 跟普通所有的这个世界的 这个民众来公布出来的 这个是很困难的 你不能说他跟令计划怎么关系 然后跟谁来 别方说跟谁来洗钱啊 或者接受了什么国家安全地 这些东西都不能拿出来说的 因为这个是暴露共产党 自己本身的极大的 这些贪污腐败的这些丑闻 所以能够说得出口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受惠罪 而我刚才说过的 在中共的官员 做的安全部队的副部长这个位置 你能告诉我任何哪一个官员 他没有受惠罪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找的一个罪名 那这个罪名是最容易把它判刑 然后不要把事情扩大化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 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 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 您好 请说 好 这个各位 我们还是中国人还得过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平安 谢谢 但是我要说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倒不同行把马剑这个家伙怎么样 我也这个不管呢 他们的派起斗争的内部的这个丑态是怎么样 我只期待习近平同志能够站在中国人民的期盼 这个正义的立场上把共产党改变了 说完了 好的 谢谢您 吴北的吕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中国舆论厂 对那个嘉宾点赞给十万元的红包 但是还有个民间有个公众语论 但是在反腐败这方面 他们有相同的支出 但是民间的不同支出就是 偏重于 对这个反腐败呀 现在遇到什么 就是政治规矩 讲政治规矩 就是说 谁要是不与党 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不保持一致 政治规矩 是妄议党国大事 这样的干部就很危险了 就要很容易被查 至于说 作为官员 这个大潮中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经济问题吧 多少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 只要你政治上进行挑战 你被查的 这个基地就很大 所以说呢 在反腐败中呢 就是非常复杂 错综复杂 谢谢你们 就这种情况 谢谢您 河北的张先生 那我想请赵延先生 谈一谈您的看法 这个反腐败 刚刚一开始 高律师就提到了 这可能只是一个名称 但是在下面实际上 是整个这个权斗的一个过程 那么刚刚河北的张先生 也提到了 这个只要不守政治规矩 那么反腐的帽子就会扣上 您的看法呢 这过程一定是这样的 那个反腐呢 肯定牵扯到权斗 但是呢 不反的也不行 那个现在看的那个 习在这个反腐的路上呢 就是走得他自己很难回头了 那么接着走下去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十九大之前 肯定还有更精彩的大气出演 是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 有一位署名叫 齐藏的网友 他提了个问题 我想交给我们在 纽约的高律师 您能够来做个答复 这位网友呢 他说今年下半年 将要召开的中共十九大 可以说是习核心 能否得到巩固的分水岭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 由于反腐运动的进行 中国官员对此 也有很大的反弹 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 这一次对公安政法系统的清理 是否可以解读为习近平 防止可能在十九大 出现反割一级事件的预防 还有确保习市的反腐运动 能够持续下去呢 高律师 其实您刚刚稍微提到了 您能不能再做一个 简单的答复 是 我想这个习近平 这样的一个动作 确确实实 都是冲着十九大 他能完全控制这个局面而来的 其实中共的这个 政府的官员 政府的部门有很多 不仅仅只是说控制的安全 公安这个系统 就完全能够高枕无忧了 但这两个部门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才说过的 这两个部门实际上 在某种程度上 他已经控制过了 因为新南权部长是调了 这个另外一个新南权部长 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他跟马建是同班同学 成文青 两个人是同班同学 也是个 他是四川人 因为这个他算是王岐山的新型 因为他调到从福建纪委书记 调到中纪委书记 然后再做这个安全部部长 那实际上我相信 他应该是被完全 划到这个习近平这条线上去了 那安全部门实际上被他这个掌控了 但唯一剩下的一个公安部门 并不是他的这个地区 尽管傅政华可以说是靠上 他这个边 但是正如我们赵岩先生刚才说过的 我跟杜振华也有点 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对他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因为公安系统 他原来在公安部门干过一段时间 因为待不下去了 后来被出去了 所以这次回又回到公安部门去了 回到公安部去了 所以他能不能控制住公安部 这个肯定是一个问号 那现在的公安部的部长 实际上并不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 这个嫡系 他是因为是曾庆红的这个亲戚 所以我想他还会接着有更多的工作 来控制公安部 是您刚提到有更多的动作 这也是为什么坊间有很多的传闻 下一个可能出事的就是傅政华 您对于这样的传闻 您的看法呢高律师 我觉得不奇怪 因为我觉得这个从傅政华的为人来说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 这个再加上他做事 他很可能会是成为第二个王立军 我觉得他的做事的方式 做事的方法 这个打击报复的心态是非常非常浓的 因为当初我刚才跟你说 他对公安部门的一系列的信息 现在因为我有相当多的同学都在公安部门 所以公安部 他的一系列的信息排挤动作都已经开始做了 这个有些做法是非常明确 我不认为他能够在公安系统能待多长时间 我觉得他是一个过渡人物 在公安部门 赵言先生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傅政华过去被认为 因为调查周永康的贪腐案有功 所以有人说他其实获得了习近平的赏识 可是在去年我们又看到了 他被调离了中央政法委 当时就引发了很多的议论 那么现在又有传闻说 随着郭文贵的爆料 傅政华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抓的人 您的看法呢 我不觉得他在周永康案件当中有功 他其实就是搞了一个投名状 那么在周永康的案件当中 你看周永康的案件 现在从大事化小 是吧 那个状态 你报上来那个数字 也就是几千万上亿 事实上周永康能是这点钱吗 不可能的事嘛 那么这个话小是怎么画的 都是在具体的办案过程当中 由傅政华这一类人掌控操作 因为他清楚 他搞大了 把周永康整齐了 周永康反过来就会咬他 因为当年提拔他的就是他 所以他尽管交了投名状 但是这个人很会 就像郭文贵讲 这个人两边都抹 两边都吃 那么在两边吃的过程当中 反正把你搁进监狱了 达到新的组织满意了 这就是他的为人 那么下一步 我们已经看到 在去年的8月份 9月份 他中央政法委委员的 那个位置已经没有了 他做安全部长的希望 彻底泯灭了 做公安部部长 也几乎没有可能 因为他年龄也差不多了 在这个公安的这个经历上 去了一个天上人间 是胡锦涛要搞 那其他的案件 我们看不到有什么精彩的案件 那么在这个反腐的过程当中 中纪委这么多的腐败 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那么多的巡视员 在巡视的过程当中 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跟傅政华都会有交接的关系 听郭文贵讲 已经是 这个人就是当代的 当代的那个 来俊成 所以我说这个人的下场 不一定会好 所以您觉得应该可能在近期内 我们可能就会听到 有关于傅政华的相关消息吗 对中国的发展和社会转型 包括依法之国 你看他抓了那么 麒麟就有历史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抓这个薛芒子 高瑜 普志强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这样的人对中国的 法治社会的进步 是起着倒退的作用 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 包括这个雷洋的案件 从中最大阻力就是他 如果这个人不拿掉的话 习近平说搞依法治国 中共说搞依法治国 那就是个玩笑 好 我们节目最后 大约还剩下三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交给二位各自 一分半左右来做一个 回答一个问题 我想很多我们的 在中国的民众都很想了解的 第一个我想先请高律师 为我们答复 那就是有关于 习近平上台已经五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去年也推出了 所谓的习核心元年 可是最近一段 这半个月来的 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展 让很多的观众朋友 可以说是看的是心惊胆战 甚至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和内幕 那么甚至觉得水深不可测 高律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为何经过五年了 看来习近平仍然在于 党内的各派系进行争斗 习核心为何迟迟无法确立呢 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体决于 还是根源于共产党的权力制度的买原 因为尽管习近平被灌上了很多头衔 他是主席组长之类的 但是共产党的权力 还是说通过这个 一百多个中央委员 还有加上那些退休的 退下去的这些政治元老 其作用来形成他的一个权力中心 他并不是像当年的毛泽东说 通过打仗 通过一个不断的这个斗争 他能够取得来的 那即使当年毛泽东 他也要通过中央政治局 这个投票啊 有时候表面上的这个协调 来达到他的权力 所以习近平想突然通过 这样一种反腐的动作 来达到他完全的集权的话 这个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曾经在一期场合讲过 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最后的下场 一定是并不是很乐观的 因为他并不可能说 通过他这样的一个反腐 就能把他的权力 集中到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步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五年来的 这个所谓的核心啊 所谓的这些东西 仍然还是会有很多疑问 很多问号 那他将来到底会是 什么样的发展变化 我仍然不看好 是 赵先生最后剩一分钟 左右时间想请您答复一位 这个网名叫李白自一日的 这位网友刚刚提到的问题 他其实想要了解 难道公安国安系统的稳定 不应该把它制度化吗 他希望您能够来答复一下 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 国安与公安全利的稳定 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制度上的稳定就是 你必须走进新代文明 你搞一党专制的结果就是 谁党总书记下边的人就是他的 胡云涛当总书记 曾荣宏第四代 那他就要搞 公安部长是谁啊 你一个我一个 两人分 他不是那种制度上的稳定 制度上稳定就是说 你不管你总统换了谁 但是我该怎么干 还是要怎么干 就是一定是这样的 即便是换了人 他也要按照制度文明的方向 和法治的方向去搞 如果中国不走出这一步的话 说想在制度上稳定 那是不可能的 好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 还有在纽约的高光俊 高律师 感谢二位的参与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 要为您探讨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 是否在回避中国议题 请锁定明晚的VOA卫视 同样也请您关注 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 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 播出美国观察 为您报道重大新闻 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 外交人文 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 欢迎在中国时间2月10号 星期五早上六点钟 准时收看美国观察 好 谢谢林森 我是郑玉文 祝各位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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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